希望大家能夠把相機放下來教給孩子 你要相信他 因為他會排出很多合法的作品 在三峽老街的來往人潮之中 出現了一群小小攝影師 專注的神情 熟練的技巧 這些拿著相機的孩子們 是新北市三峽城府國小的學生 年紀小小的他們 用按下快門的瞬間 記錄每一刻的感動 而源自感動的熱情 來自他們的老師謝姬黃 到這裡感光度還記得嗎 感光度 這個ISO 按下去 好了 不要再高了再高 然後找亮一點的地方 因為你再按的話 再怎麼拍都會太慢 特別是鏡頭越長 還有越紅的觀眾狀況 然後你就調自然一點 關掉 好 你再拍看看 再找亮一點的地方 太暗了它一定會很緊 來這裡拍照 你可以拍觀眾的表情 那些拍上面表演 都可以拍 整個活動來拍 懂不懂 你看我們這裡 都無法預測試 或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應該做 就像我們一位 背在身上這樣拍 另外就放在腳邊踩 不是說放在旁邊這樣 懂不懂 外面釣了一台怎麼辦 好 差不多釣了一台怎麼辦 懂不懂 從細心的指導中 不難看出謝老師 在教學上的堅持 面對不同背景的孩子們 老師不用成績作為 衡量學生的唯一探準 而是用相機 交付給他們一片 建立自信的天空 透過自由與信賴的教學方式 讓快門記錄下 充滿情感的動人章節 所以那教學生 不是用理論先給他 啊 攝影該怎麼做 怎麼做 照相該怎麼做 怎麼做 那步驟這樣子 讓他全部發出去 讓他去嘗試 嘗試回來後 照片顯示出來後 再來看 欸 如果怎麼樣做 那你怎麼稍微教 如果怎麼樣做 可能會更好一點 也讓他自己去實作 這天 為在校園內的水草堂 傳來孩子們的笑聲 陽光與樹蔭的交織 極力盎然的生態水堂 為師生們構築出 今天最棒的大自然教室 拿起相機 孩子們看起來毫不陌生 而為了捕捉更動人的鏡頭 學生們也開始套起 防水的青蛙裝 將走進水堂 與大自然進行 第一類的接觸 你可以選擇拍同學 拍檸檬草都可以 拍檸檬草都可以 這裡有一對 紅褲西蔥在膠尾 趕快來拍 這裡的光線 角度非常的好 好 你注意一下 他的那個光線 他的角度 不同角度還滿記得 對焦要對好 焦要對到那個 紅褲西蔥的身上 董燭 對焦機 缸!' 身上 repository 金色 鏡頭分類把它分好 然後相機都把它拍好 用不同的方式去觀察跟肌肉去拍 那它可以用看的 可以用拍的 可以用錄的 那明天呢 我們就會來開始 要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屯風草清理下來 這群孩子 他的幸運點不是因為遇到我 而是因為遇到了 我們學校有一群很好的老師 然後願意提供資源給他們 因為光憑我一個人 是不可能擁有那麼多的相機 那麼多的鏡頭 那麼多的設備 這後面都是有其他老師 共同的提供獎金 然後幫忙申請 然後提供一些經費 讓孩子能夠充分 自在地去用設備 如果我在別的學校 沒有這樣的後勤資源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 讓他們隨便就拿相機 然後隨時就可以出去拍 可能沒辦法 可是因為我們這一群 夥伴這群同事非常好 他們獎金也捐出來 我們買相機 買設備給孩子用 那我帶他們出去呢 他們也都是支持著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在後面支持 所以孩子擁有的設備跟資源 我覺得是 是比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的 放眼而去的遍地綠藝 這裡是台北的植物園 戰拋國小交職 謝老師將擔任 由台北環境協會主辦 自然新世界活動的一日講師 所以生態攝影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成長 因為如果你拍攝出來的照片 是模糊的 基本上呢 它在生態的意義 或是在生態攝影來講 就缺了 就是畫面 你還是不會覺得它很好 或很美 那所以說第二個部分 要讓你的畫面穩定 怎麼穩定呢 當然最好是透過腳架 三腳架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掛在脖子上 你給對方一樣 掛在脖子上 掛在對方脖子上 這樣就算掉下去機率會很小 第二件事情就不要奔跑 到底這是誰拍的 會有爭議 台子特別容易這樣 我說這張很棒 每個都是他 每個都是 老師是我拍的 每個都是他 如果這張我覺得不是很好 每個都不是他拍的 所以怎麼辦呢 我通常是這樣 譬如說輪到我拍 相機要先拍我一張個人照 拍完之後 再把相機交給我再去拍 所以我只要看照片 是我之後的 都是我的作品 混成別的人 就是別人的作品 這是我的方法 所以大家待會也可以這樣 譬如說輪到你要拍的時候 先拍一張你的個人照 拍完之後 你再把相機拿去拍 這是我的方法 就用白露石 你靠近他30公尺他就飛了 可是在這裡你會靠很近 甚至在淡水靠到5公尺 3公尺都可以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難得 很難得的一個老師 他用 真的是用他的生命來帶學生 雖然教學的對象與平常不同 但謝老師的用心卻絲毫沒有改變 透過鏡頭所呈現的自然生態 讓今天的大小學員 與生命做了一次最真實的體驗 這裡是位於三峽的大城國小 講台上不見謝老師的蹤影 原來老師今天幫孩子們報名了 由攝影協會講師林東昇 林老師所主持的攝影講座 這是學生們首次沒有謝老師 陪在身旁的攝影課程 但認真的學習態度 即拿起相機的專注眼神 彷彿看到謝老師所培育的小小公子們 正在成長茁壯 我借給他一個防水的攝影機 小朋友大部分沒有用過防水攝影機 所以他變成他本來自己有攝影機 都不用 專門用我那個 可是因為那個照相機是很適合拍水的 他變得整天在學校裡頭 要找尋水源來拍 剛好這個水上沒有水池 變得他要利用水龍頭 他水龍頭就這樣開著流水不好看 他就做實驗了 把水噴出來 用手去讓水變形等等 他發了掌聲在拍水 不過我很欣賞 他果然拍出我以前也沒有試過的路 拍攝水紋的不易掌握 正好成為陳福國小孩子們 創意發想的最佳素材 運用想像去捕捉自己想要的畫面 也運用攝影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動人世界 平凡當中發現這種美感 那我認為這種對一個教育 或者是一個人的性格上 會讓他成長越來越看 所以我的方式不是用姐說怎麼做的方式 而是讓她自己看 慢慢的看了好的作品再看自己作品 透過這方式去慢慢調整她自己的影片 那會比你直接跟她講說 你這樣怎麼拍好 因為每個孩子每個孩子的想法跟天分 那如果我都用我的方式來教孩子 最後拍出來的東西 會很像我這種我拍的東西 因為影片創作沒有辦法 因為影片創作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มи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